话音刚落 一壶滚烫的开水 倒在小伙的手上 即便被烫的手指通活 小伙也没有松手 随后更是端起茶杯 将开水一饮而尽 他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讨黑虎帮帮主雷公的欢喜 以此上位摆脱马仔的身份 你们当中 谁能拿下 北海帮帮主的手机回来见我 谁 就是为黑虎帮立下了大功 谁能立此大功 我便改收头门规 收他为我第四个义子 听到自己有机会 小伙立刻动身 在放倒北海帮所有小弟后 来到了北海帮帮主面前 双方剑拔弩张 帮主撂下狠话称必要灭了黑虎帮 谁知话音刚落 小伙持短刀率先出击 帮主则用力挥砍手中大刀 刀法大开大火 且速度极快 打得小伙一时难以招架 很快便失了手中武器 只见帮主乘胜追击 刀刃锁国之处皆被砍成两半 可小伙凭借灵活的身手 竟没被伤到分毫 帮主心急之下露出破绽 被一拳击中面门 随后小伙抓准时机 一跃重击帮主头顶 又趁其恍惚 使出无影拳 帮主连连后退 最后竟撞在了自己的刀刃之下 领了盒饭 小伙迅速地打包好帮主的手机 这时 小弟们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 小伙从容不迫地打退几人 随后拽住一个倒霉蛋做肉点 从楼上一跃而下 可却并没能逃过围堵 面对这群手持武器 气势汹汹的人 小伙将帮主手机挂在身上 随后展开厮杀 一招放倒一个 尽管伸手了得 可对方人数太多 最终还是避免不了被放倒 危急时刻 将小伙从混战中救了出来 回到黑虎帮 小伙已是奄奄一息 可手里仍然抓着 北海帮帮主的手机 雷公健壮对其十分欣赏 他是我的义子 我要他活不要他死 是 义父 北海帮老五的头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帮我拿回来 你们是过得太舒服 还是只顾着内斗 没一个这么有杀气的 帮主说得对 恭喜帮主 新收义子 恭喜帮主 新收义子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现在码头是谁的天下 就这样 这个名叫黄飞红的小伙成功上位 成为了雷公的义子 而这将是雷公做过最后悔的决定 清朝同治年间 内忧万患让朝廷迅速衰败 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珠江口码头 长期被黑虎帮掌控 除此之外 他们还握有赌方烟馆和青楼生意 说是只手遮天也不为过 在他们的暴力统治下 百姓苦不堪言 不但被当作廉价劳动力 还随时可能被当成猪仔 卖到国外做奴隶 胆敢反抗 就会落得家破人亡无处深渊 黄飞红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为了能让百姓脱离苦海 他与同伴计划潜入黑虎帮内部 理应外合 将其逐步瓦解 雷公身边 除黄飞红外 还有三名义子 这三人轮流掌管帮会银仓的两把精英钥匙 开启银仓需要两把钥匙一起使用 而黄飞红接下来的计划 就是得到两把钥匙 打开银仓 同时将三个人一一解决掉 让雷公手下禁尸 为了给黄飞红接风 义子们特地设宴 可当他就走 接受众手下禁酒时 大哥北沙竟突然出言打断 坐下 气氛瞬间安静 众人畏惧北沙全市 纷纷听令坐下 可黄飞红却丝毫不慌 和身边人有说有笑地调侃北沙 笑领哥哥 我们大师上北上 没事拿着拐杖 活像个老头 他说我 你笑什么呀 北沙咬牙切齿地看向二弟黑鸭 而黑鸭根本不理会 气身便要向黄飞红敬酒 黄飞红的酒杯刚送到嘴边 就挨了北沙一棍子 你要敬他 我飞鸭叫醒 这位兄弟的身手不是不错吗 什么无影拳呢 怎么不打出来给我看看 无影拳 是你看不清的拳 不敢对大师兄不敬 大师兄又怎样 不过老一点 也会早死一点 此话一出 北沙摔杯起身要和黑鸭拼得你死我国 而三弟老蛇 一言不发全程看醒 这场矛盾直至雷公亲自出面 才得以化解 经此一事 黄飞红看出 黑虎帮虽然表面团结 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 经过一番打探 他得知如今掌管金钥匙的人是老蛇 于是将此情报偷偷传递给了同伴赤火 收到情报后 赤火立刻召集自己组织的孤儿帮 第二天一早便开始了行动 他先是一路尾随老蛇 趁对方行至一处胡同时 叫出一群小乞丐将其围堵 紧接着同伴扔出一把斧头 对老蛇做出挑衅的手势 这让老蛇怒火中烧 让手下立刻去追 不料这时 小乞丐突然抢走了他的钱袋 随后用力一扔 钱袋便进了同伴阿春的篮子里 老蛇及手下一路追赶 而阿春则一路跑一路回望 确保老蛇没有跟丢后 躲进了一处巷子里 老蛇见阿春一副柔弱的样子 以为对付他轻而易举 于是得意洋洋地走上前 谁知下一秒 身后突然有人偷袭 只见老蛇躲闪不及 扑向了烧得滚烫的茶火 紧接着一锅热油便潑在了他的脸上 阿春见状立刻发起攻击 赤火这时现身 两人默契地配合 不出片刻 便将老蛇打得神志不清 叫什么老蛇 你不配做什么 连条虫都不配 众人用竹竿将老蛇控制住 持续用力之下 老蛇五脏俱缩 带众人收手后 赤火一脚将其揣进牟坑 原本风光无限的黑虎帮三爷 就这样狼狈死去 阿春复刻了他身上的金钥匙 随后将其放回原处 趁夜深之际 孤儿帮把老蛇的尸体送回黑虎帮码头 正是向雷公发起挑战 而雷公在乎他 只有尸体身上的金钥匙 他将钥匙交给北沙保管 北沙心中大喜 多谢一付 谢我 我又把银仓送给你吗 这句话让北沙十分惶恐 意识到自己祸从口出 他开始甩锅 提议要是由黄飞红保管更为合适 拿到金钥匙后 黄飞红带着马仔大雅苏 来到黑鸭的赌场 一通豪赌输光了所有的钱 之后疯狂赦账 直至一旁的伙计不愿再借钱给他 黑鸭在暗中目睹了整个过程 将黄飞红叫到房间 送他五十两 想以此让黄飞红欠他人情 可没想到 黄飞红张口便向他要三千两 而且明明白白告诉他 这钱不会还 黑鸭听了这话瞬间怒火中烧 如果你是来找茬的 我劝你收拾我 这借句在我手上 我杀了你也有理由 一副一副能怪我 这时 黄飞红将金钥匙放在桌上 黑鸭顿时哑口无言 有人在拿他倒魔石被我当场抓住 谁 是北沙的手下 紧接着 他便将老蛇之死嫁祸于北沙 黑鸭与北沙素来不和 听闻此言 便断定北沙对银仓有非分之想 转而便联想到 北沙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把持着银钥匙的自己 为了验证黄飞红所言是否属实 他提议两人一起去银仓 验明金钥匙的真假 至此 黑鸭走进了黄飞红的陷阱当中 而黄飞红得知银仓位置后 第一时间将情报给了赤火 紧接着便去铭记新兰的花船上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阿春通过新兰 告知了下次行动的时间 当天晚上 雷公带黄飞红来到了他的仓库 这里摆满了他手下败将的武器 就在黄飞红吹捧他一副英明神勇无人能敌时 一个男人提刀赶来他们面前 此人正是北海帮帮主的儿子武圣 今天到此 就是为了杀了两人替父报仇 话音刚落 北海帮众人站在武圣身后 大战一触即发 雷公飞身一脚踹翻两人 紧接着一跃而起 翻腾至人群中展开厮杀 而武圣则专心对手杀他父亲的黄飞符 手中大刀众而有力的不断朝他叹去 黄飞红在猛烈的攻势下 来回躲闪 紧接着瞄准时机 抓起长刀开始反攻 两人谁都破不了对方的招式 一时间胜负难分 另一边雷公对付武圣的手下可谓是轻而易举 不出片刻 就将其全部击败 在看到黄飞红与武圣缠斗后 他心生关切 你行不行 我行 他不行 你行不了 此话一出 黄飞红猛然发力 将武圣撞出仓库 随后一脚踹到地面 见武圣受了重伤 黄飞红示意他离开 可武圣此番前来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他岂会善罢甘休 于是用刀背扬起沙子 阻碍黄飞红的事业 接着上前发起猛攻 黄飞红很快陷入猎势 危急关头 雷公突然出现 替黄飞红挡下一刀 衣服 小心 见武圣冲过来 雷公立刻扔出一袋糟糠 趁武圣事也不轻 黄飞红上前将其制服 心软的他无法痛下杀手 正想着应如何留住武圣的性命 不料雷公突然上前补上一刀 不要犹豫 下手要狠 与此同时 赤火带人烧了烟管 黄飞红看见大火后 立刻明白孤儿帮已经开始了行动 于是主动请英前去帮忙 而黑鸭得知消息后 也立刻开始对放火之人展开抓捕 不料路上被故意现身的阿春 引至一间小黑屋 走进去才发现 黄飞红和孤儿帮众人 在此早已等待多时 黑鸭这才恍然大悟 我住了你的圈套 你们是一伙的 原来给我银仓的金钥匙 这是第一步 取我银钥匙才是下一步 还有第三步 就这样 黑鸭也在众人的招待下领一盒饭 得到银钥匙后 阿春带人打开银仓 将黑虎帮的全部银两 分发给穷人 原本一切都顺利进行 可没想到 赤火为掩护同伴 在一处胡同被黑虎帮的马仔围堵 尽管他身手了得 可对方人数实在太多 不出片刻便败下阵 被带回了黑虎帮 等黄飞红回去后 看见赤火伤痕累累的 被吊在房梁上 瞬间愣住 即便雷公严刑逼供 赤火也没有供出同党 见赤火软硬不吃 雷公勃然大怒 黄飞红看着剪刀 心痛万分 不知该如何行动 这时 黑鸭的尸体被抬了上来 雷公连忙让人查看 他身上的银钥匙是否还在 谁知掀开衣服 便看见了尸体身上的鱼青 与北沙的拐杖头形状一致 原来 接封宴那天 北沙用拐杖攻击 黄飞红留下的痕迹 被他复刻了下来 盖在了黑鸭的尸体上 以此嫁祸给北沙 此时的北沙百口莫辩 提到威胁赤火说出同伴是谁 我曾与兄弟鸡犬为师 不要为我流泪 义父 我 我没杀他 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 他陷害我 义父 他用命来陷害我 也太委屈你了 至此 北沙彻底失去了雷公的信任 陪同雷公去麻风院送货的工作 也落到了黄飞红的手上 而麻风院 便是黑虎帮犯卖人口的据点 失去工作的北沙无处可去 于是来到澡堂 正当他享受济食服务时 新兰带着丫鬟上门拜访 声称自己知道黄飞红的秘密 你知道他什么秘密啊 黑鸭是他杀的 开银仓也是他的主意 跟爷说 你想要点什么打赏 北沙爷 我想要的就是你啊 北沙被撩拨得浴火焚身 当即便要新兰做他的女人 意乱情离之下 他八步地赶快进入正体 而新兰在确定北沙放下防备后 拔下头上发簪发起偷袭 不料北沙眼疾手快一把拦住 我北沙能活到今天 知道为什么吗 我浑身上下都是眼 说吧 北沙将新兰缓缓按进水中 溺斃而亡 随后 他将目光放在了 站在一旁的丫鬟身上 提刀上前打算杀他灭口 不料下一秒 丫鬟突然发起攻击 一刀将他送走 弥留之际 他才发现 面前的丫鬟 正是阿春 原来 这一切都是新兰和阿春的计谋 两人原本只想助黄飞红一臂之力 没想到 竟然让新兰丧命于此 得知此事的黄飞红伤心欲绝 当即召集了孤儿帮 决定将黑虎帮彻底剿灭 随后阿春带着众人 到衙门揭露雷公罪行 雷公见此情景大发雷霆 是要杀了黄飞红一劫此恨 为了找出黄飞红以及孤儿帮的人 马仔们在街上逢人就打 黄飞红架着受伤的同伴 逃到巷子里 不料迎面碰上了在此看守的大雅苏 黄飞红见对方摆出架势 以为今日必有一战 可没想到 大雅苏却突然打开大门放弃 走吧 当身后的马仔赶到时 看到这里只有大雅苏一人 当即质问 他们呢 我放走了 你这个窝囊废 说什么呢 你错了 我是个恋武 诗人 说吧 大雅苏提棍 与马仔展开厮杀 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大雅苏 实际上有一手好功夫 不出片刻便将马仔尽竞数打板 另一边 黄飞红等人来到麻风院 江里面被关押的人 全部放出来 重获自由的这些人 跟着黄飞红 一路来到黑虎帮的老巢 要讨回公道 因为不想将无辜之人牵扯其中 黄飞红提议要与为公单挑 随后两人走进仓库 开始了一场生死对决 为确保万无一失 黄飞红放火点拿了仓库 这样一来 就算他不敌雷弓 也能让雷弓从此一无所有 而雷弓对此不以为人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小孩子的把戏 我让你见识什么叫黑暗 说罢雷弓发起了攻势 大开大合的招式迅猛有力 打得黄飞红一时难以招架 很快便被甩飞出去 雷弓紧跟上去 黄飞红则驶出无影角 将其一路逼到楼上 此时的火势已经蔓延至二楼 雷弓年事已高 在高温之下难免体力不支 而黄飞红则抓住了这个时机 趁其不备直接上前 打出一套组合拳 雷弓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黄飞红一脚踢下去 可就在即将胜利之时 黄飞红却一把抓住了雷弓 杀不了你 也不用你救 为自尚 雷弓身为黑虎帮帮主 如今落到如此下场 可谓是颜面尽失 为了最后的自尊 他打掉黄飞红的手 落入火海之中 雷弓死后 黑虎帮彻底瓦解 当地的百姓终于不必受人压迫 而黄飞红则开办保之灵 至此拉开了一代 传奇黄飞红故事的序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